月月亮亮亮的光在天上 他一直到明天将是一段随便 怎么了哥 把帽子借我一下 给 你的车分等我 我去办点事 好 哎妹妹 哎等时在叫我吗 啊对啊 就是在叫你啊 那个妹妹 你能借我20块钱吗 20块钱啊 那个没有哎 你看我今天早上这幅窗户都还没卖完 嗯 那好吧 哎大哥 你等一下 怎么了 你借这20块钱去干什么呀 啊 那个我手机和钱包我不小心掉了 我现在还没有吃早饭呢 我就打算借20块钱去吃个早饭 这样呢 前来没有吃早饭啊 那你得问我一下 这个你先拿着 谁在外面没遇到 也难受啊 这个钱你拿着去买早餐吃 给你吧 好 谢谢 没事的 没事的 那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一会就过来 没关系的 你先去买早餐吃吧 好 哎 怎么了哥 你把车门上你的钱给我一下 好 哥 给 好 这是我在前面买的 开了几个小时车 我还没吃早饭呢 啊 来 给我 哎 别 对 我拿去送人 别二哥 我还没吃吧 哎 妹妹 哎 大哥 你怎么又回来了 啊 那个钱包不是找到了吗 我就回来了 来 给你带着吃的 你趁着吃吧 谢谢你了 大哥 没事 对了 还有那个钱 你收回去 不用了 你拿回去 你看你都给我买吃的了 啊 那行吧 你看 你这些东西卖吗 卖呀 这些都是大山里面的东西 我自己上山去找的 大哥你看一下 你需要哪些 我帮你装起来 我的意思是 你把他们全部都装起来 我都给你收了 全部吗 这也太多了 其实不用的 你看你需要哪些 我才给你装哪些 没事 你全部都给我装起来 来 这是钱 三千够不够 大哥 我这些东西就只500块钱 这个太多了 嗯 剩下的就当是我对你的感谢吧 不用不用 其实你买我的货 就是对我的感谢了 如果你只要给这么多 那我就不卖给你了 好吧好吧 500就500 那你帮我把这些都拿到车上去 好的大哥 大哥 东西我给你放好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谢谢哈 没事的 没事的 哎 妹妹 嗯 你家在哪里啊 我送你回去吧 谢谢你的好意 你不用送我的 我家和你不顺路 呃 那好吧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清清 那个 等一下 等一下 糟了 会不会被他发现了 啊 怎么了 妹妹 奇怪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我听声音 你好像我的一个朋友 啊 啊